而以巴冲突,战火不停歇 拉法跟甘尤尼斯又遭遇了好几波的空袭 酿成至少90人死亡 国际社会希望能够介入调停 而停火的谈判在埃及开罗举行 不过以色列代表是拒绝出席的 也继续向哈马斯喊话 要求他们交出生存的人职名单 以色列坦克开进加萨的废墟里 士兵逐步倾脚甘尤尼斯的建筑物 士兵先以火力压制之后 再深入巷道街道搜索哈马斯的踪距 以军宣称他们揪出了十几处的民兵据点 包括生产武器的工厂以及军火库 以军的脚步越来越逼近加萨最南边的拉法 当地上百万难民围在旦夕 周末深夜已军再度对拉法发动袭击 加萨当局宣称至少有九十个人死在炮火之下 超过百人受伤 这名加萨男子心急如焚 不但呼唤家人的名字 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拉法一栋大家族几十个人居住的四层楼大宅院 也被炸成了废墟 这名无家可归的加萨少女自拍影片 用英语向全世界求助 他说要是以军进攻拉法 绝对会有大规模的平民死伤 外界把希望寄托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谈判 本来美国斡旋之下有信心 以色列会在穆斯林摘戒月之前同意停火六周 谈判进入最后倒数四十八小时关键期 双方要在埃及碰面时 以色列居然临时变卦缺席 but Israel deciding on Sunday not to send a delegation to Cairo an Israeli official telling us that it's because Hamas has refused to provide a list so far of the Israeli hostages who would be released under this first phase of the agreement but Hamas sees it differently a senior Hamas source telling us that they see the sticking points as Israel refusing so far to agree to a pathway for a permanent ceasefire that Hamas's strategy is focused on time they actually want to drag this out their desire is to ratchet this out as long as possible to cause more embarrassment to Israel 专家认为停火谈判不乐观 双方还互相指责阻挠救命的物资进入加萨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宣称 这辆救援卡车就遭到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而全毁 美军干脆出动运输机 沿着海岸空投食物给加萨难民 专家指出空投所费不资 而且数量少杯水车薪 美军宁可选择空投 也不愿意让物资落入 哈马斯或是以色列之手 而加萨人似乎也不领情 加萨人把这笔账算在 默许以色列的美国人头上 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恐怕今非昔比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周易要飞往以色列舰战士内阁 他出发前罕见措辞强硬呼吁停火 美国媒体就察觉可能是预告 拜登政府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要逼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 TUCHN送不到 而在乌尔战争方面 状况对乌克兰是越来越不利了 俄军是派出了无人机 在好几个地点展开了空袭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向西方盟友求救 希望能够达到更多的防空飞弹援助 盖上白雪的豪沟之间 乌克兰士兵不放过任何目标 在乌东克尔米纳 几位亚素营成员 边开枪边逼近俄军豪沟 扔一颗手榴弹 想把俄军士兵逼出来 从空拍看到 两军一度只相隔短短两三公尺 一阵激烈交火后 有人大腿被射伤 虽然成功赶走豪沟里的俄军 但这支亚素营部队 还是决定先后撤 得来不易的小小胜利 却得赶快走人 卧武前线如此僵持不下 离战场不远的城市村庄 因此付出代价 赫尔松公寓遭到空袭 外墙炸了个破洞 里头住家也乱成一团 还有一名79岁富人 受伤送医 而在奥德萨 警销出动大机具开挖 周末俄罗斯无人机攻击这栋民宅 失去家园还不是最惨的 从瓦力堆中至少挖出十只遗体 而且死者之中 还包含小婴儿 洪炸一点军事价值 都没有的民宅 或许是俄军故意 或许是不小心 不论如何 乌克兰都没有足够的防空系统 来挡无人机和火箭 军援告急 最直接的影响 还是在战场 155毫米口径榴弹炮 是乌克兰最缺的弹药种类 有时候这些部队一天只能发射不到十次 火力不够密集 就代表俄军有更多空档发动攻击 乌军刚发射一枚炮弹 马上就会有好几倍数量回敬 俄罗斯也知道 乌克兰缺弹药 最新战术竟然是在深夜 派出一辆沙滩车 载着三名俄军士兵 往乌军阵地直直前进 测试可以跑多远 不被发现 乌军自己也在想办法弥补军援不足的问题 上市在前线用3D练印机做武器 一天可以印出十架攻击无人机的小零件 TVBS新闻众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